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博士是一个假博士 骗人的 整个台湾的司法包庇 整个台湾的政府包庇 现在就引出来一个英国的大学包庇 英国的资讯委员会包庇 以及英国的法庭其实也在包庇 两年下来到现在看来只有一个突破口 这个突破口应该就是Michael他在从他那个方向在囊这个英国的法庭 这个呢 好像目前看来是唯一的一个突破口 为什么这么说呢 英国包庇的 但是呢 他要假装的好像还很公正 你还得这样问 我们这样答 给你磨时间 台湾的这个地方已经没有办法 没有任何突破口了 就是说台湾的法庭上来以后 咔 我给你close 不理你 台湾的法庭公开的告诉大家 我是蔡甲博士的司法 所以完全没有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从Michael那个地方 他闹资讯委员会也好 以及行政法庭也好 至少在那个地方呢 老有想 就是他那边不敢给你close掉 他还得假装的 骗骗大家就是 我们这是公平公正 假的 虽然是假的 他得做这个样子 由于他要做这个样子呢 其实那个地方一直在闹进去 闹到今天 多少还有想 如果这个地方没想的话 几乎这个世界就让他们盖住了 所以我这么看呢 我觉得不妨可以在英国那个行政法庭上 现在Michael是要求 你要给我口试委员的名字 你要给我口试的日期 等等的 老说口试口试 这个呢 实际上是在绕圈子 如果有可能的话 干脆就在法庭上要求 你把博士论文拿出来 要求别打马虎眼了 别绕弯子了 我要看论文 因为曾经他们到了伦敦那个图书馆 不让你看 让你看那个所谓的妇女杂志也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 到现在那本妇女杂志可能都没了 没有了 现在在伦敦大学图书馆里边应该没有蔡家博士那个论文 因为如果你要求伦敦大学把蔡家博士那个妇女杂志那个东西 黑皮那个东西放到伦敦的行政法院那个桌子上 一下子就死了 这明显的不是论文 这太简单了 法官这些人都是人精子 这些法官都是干过律师的 干过检察官的 猴精猴精的 不用说 一眼看过去 这本蔡家博士提供这黑皮这个妇女杂志这本书 它就不是论文 论文人家有线啊 有标准的装钉啊 有标准的区域 你放在哪了 你没有放在论文区域 你放在了妇女杂志那个地方去了 所以如果从那个地方就要求 我就要求要看这本论文 既然你说你是博士 我就要看这本论文 我就要看 你给还是不给 你别跟我说你没有 要说没有 一个博士连大学都没有保留他的论文 那你根本就什么都没有了 二一个呢 其实可以借助这个行政法庭 三张毕业证书 有法庭说话 让伦敦政经大学 让伦敦大学 你说是真是假 如果能走到这一步的话 这个事情就好看了 但是我相信很可能 在法庭那个地方呢 他给你绕 他给你回避这两个关键点 他只给你绕那些不关键的地方 不关键的地方 彭老师这两天已经都揭露出来了 你就是一些你编造的一些信 而且你编造这些信的那些 相当一部分人都死了 死无对证了 像彭老师说的这个也非常有道理 就是你给我来了那么多书信 就证明我是博士了 这些书信按理说 大学的图书馆 大学的资料史 统统不需要保存 在大学就需要保留 你的那个博士论文 第二 在大学的这个册子里边 就需要保留你的名字 和我颁发证书的那些信息 我颁发的证书是什么证书 证书号码是多少 谁颁发的 哪年颁发的 这个两个是学校一定有保存的 至于那些往返的信件 那些email 那全是蔡甲博士 他们自己编造的 而伦敦大学呢 伦敦政经学院呢 配合他 老玩那个 利个扔利个扔利个扔 对吗 彭老师那个比喻也很正确 一个女的 一个女人给你写了无数封信了 就证明你结婚了 这女的已经死了 已经不见了 你编了一大堆的信 就证明你有老婆了 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 可是英国的法庭就在跟你玩的国际玩笑 英国大学就在跟你玩的国际玩笑 英国的资讯委员会就在跟你玩的国际玩笑 他们这些人 这些人精子 懂不懂得 这不是博士学位的一个证据 懂不懂呢 懂 二呆子都懂 他们能不懂吗 但是呢 他就跟你玩这个 一次两次一次两次 你可以提供 你也可以不提供 你不提供 你就给我一个理由 我就跟他说人有这理由 根据我们英国 大英帝国的司法法律 我们可以不提供你 你就可以不知道 耍无赖 耍流氓 欺骗 造假 整个这个机构 这个国家体系 英国从上到下 都在配合蔡甲博士 包庇一个甲博士 不是这样吗 我们能看到就这东西 所以 Michael 他往伦敦那写信 行政法院上诉 其实就是在给英国政府难看 你有本事公开告诉大家 我就包庇一个甲博士了 他不敢 他跟你玩 货悉尼 好 你要货悉尼就货吧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这个大学 你颁发了博士学位了 你一定在你的图书馆里边 保留有这个人 博士学位的博士论文 是囊的还在这个地方 不需要那些信件 也不需要一个名字 就是要博士论文 博士论文给我放在这 大家来论证一下 这是不是博士论文 如果是 你就有博士 如果不是 你就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 到今天 英国的这些机构 不碰 别碰这块 千万别碰 关键点 千万别碰 但是呢 我觉得作为Michael呢 到今天 其实 可以 处进去了 可以扎进去了 我就要求 伦敦政经学院 伦敦大学 请你把蔡甲博士那本 博士论文拿到这儿来 让我看 我就要看 我可不可以看 任何一个人的博士论文 外界能不能看 一定能看 哪有这事不让看的 没有这事 所以今天就要求 我就要在法庭这看 因为过去他不让我们看 我们也看不见 给了我们一个破妇女杂志 还这个那个不行 不能拍照 不能什么 什么圆珠笔都不行了 不行 我今天就要看 我就要看这东西 你看这个司法 最后还是给你抹掉 这个不管 管不着 他的事情 给你抹西泥 看透这帮骗子的本质 利用他们的权利 在骗 骗子横行天下 就是这样 他们有权利 有钱 有司法 所以我倒建议 麦克尔那个地方 是一个缝隙 这个缝隙能储进去 能扎进去 能让这些英国的官老爷们难受 这扎到我软肋上了 你看看怎么办 这个事情 现在他们就在研究 怎么祸西泥 他们不是研究 如何让这个事情澄清 他们是在研究 如何利用我们的法律 祸西泥 如何能够堵住这帮人的嘴 如何能够包庇这个贾博士 还光明弹簧的 又我大英帝国大学 我没有问题 我们这个那个 他们就是在动这个脑筋 但是呢 目前看来 麦克尔这个地方 还有一点点的机会 就是行政法院 他受理这个事情了 他接了 对活得接 你不能不接 对吗 你真的假的 你是有这么个法庭 我真的假的 我就要到你英国来 我就要看这个人的博士论文 我就要让这个学校 回答我 这三张毕业证书 真的还是假的 你有义务回答 你有权利 你有义务 来把这本博士论文 拿出来 因为是你的博士 不是吗 你颁发的博士 你有义务拿出来 所以伦敦政经学院也好 伦敦大学也好 你有义务 把这个人的博士论文 拿出来 因为在你手里 你有义务说 这张证书 是不是你发的 不是你发的就是不是 是你发的就是 你为什么要发这证书 你解释啊 你办大学的 一个大学 你不能连这都不能解释啊 你的证书满世界飞 然后骗了那么多人 最后你说这跟我无关 我不知道 我不回答你 这哪行啊 你的博士满天飞 全世界都是你的博士 最后论文 我不知道 没有 丢了 找不着 别问我 哪有这事啊 你凭什么办大学啊 你收钱了你 你在外边 你招生了 你还得骗其他的 更多的学生呢 应该让全世界知道 伦敦政经学院 就是一个骗子大学 这个事情 可以忘临囊 我觉得 所以我的想法呢 我觉得 彭文尼老师 如果跟麦可 那边有沟通的话呢 可以试一试 就把这两个关键点 浮出水面 不要跟他在绕了 那些东西啊 什么什么歪歪啊 口试啊 什么的都是瞎绕 都在霍西尼 你都在按照 他的那个指挥棒在转 他们就是在避重就轻 我霍西尼 霍了你这乱七八糟的 这没有那没有的 今天不跟你霍了 博士论文 我们要看 博士证书 你要认证 这就是你的权利 人家用的是你的学校的名字 对吗 当外界有一个人说 哎 我是拜登的儿子 怎么怎么样 得谁说话呀 对拜登说话 拜登说这他 这不是我儿子 这是冒牌的 完了吗 对不对 如果拜登说了 这就是我儿子 那就完了 也完了 现在就是有人说了 哎 我是拜登的儿子 拜登出来说 哎呦 这事不归我管 你找别人去 他给我写过信吗 他有什么出生证吗 他有什么 绕绕绕 就是不说 这人是不是你儿子 如果是你儿子 你就承认 不是你的儿子 你也承认 完事了吗 不 他知道这人不是他儿子 假装就是 哎 这个我哪知道 那过多少年时间 我也忘了 找我 你找医院去找证明去吧 找医院找什么 这DNA去吧 绕了半天 DNA也可以作假呀 证明可以造假呀 所有东西都可以造假 那些信都可以造假 有一个东西 有两个东西 其实是造不了假的 就是这本博士论文 放在伦敦政经学院的博士论文区的博士论文 旁边带有防伦线的 这个东西到现在非常难造假 第二 那张证书是不是真的 你一眼就看得出来 号呢 号码呢 你的名单呢 你在你学校历史上 这个人有他的名字吗 别人惊弄一些网络的 这些不疼不痒的东西 在那糊弄 蔡贾博士编的现在 所有的证据就是一堆信 这些信呢 似乎想作为旁证 来证明他有博士学位 这都没用 不存在任何的旁证 就是一个论文 把那本博士论文拿出来 放在法庭上 让我们大家来看 大英帝国就是不敢做这个事情 大英帝国就是不敢说 这三张证书是真是假 我不说 我不说 别问我 我不回答 不回答就是假的 拿不出来就是没有 所以他就是假的 但是呢 他就是不给你这个肯定的答案 就不说这句话 说这是一假博士 他就是不说 死扛 我前面说了死扛到底 耍赖 骗人 一定要骗到底 时间拖的越长 对大英帝国的形象越不好 对伦敦政经学院 伦敦大学的形象越不好 但是呢 他们不在乎 他们为什么 他们还可以继续行骗 继续拿钱 这就是他们的特点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学府 他就是一个骗钱的一个大学 不是吗 从现在看来就是这样 我们对伦敦政经学院的定义就是这样 一个骗子 一个野鸡大学 只要给钱 只要有利益 什么城市啊 什么博士啊 我什么文凭都敢发 你还拿我没有什么办法 要卡扎菲的儿子 当时就歇菜了 这是我们民主世界楷模 我们不能揭露他 民主世界的楷模是可以撒谎的 而卡扎菲 利比亚 不行的 你要撒谎 马上给你揭露 为什么 那个就是意识形态 我不在乎你 这边意识形态 我要保护你 你就是再坏 我也保护你 好 今天先说到这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